随着原始天尊入世称尊 原始天尊的兄弟们也在不同场合的纷纷亮相 整个你方唱吧我登场 让人间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但热闹过后一个问题浮现了 你是天尊我是大帝 他也是个真君 到底百姓应该信谁的呀 你争我抢的结果 并不影响三清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继续提升 但这种混乱的情况严重影响着天界的管理 羽皇大帝为了这个事情可谓伤透了脑筋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三界的大事 这件事的发生可以说是先界副总太多的必然结果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七星乱世 因为天上的仙界是由九霄天境与三十六天两大部分构成的 元氏天尊除东王宫之外的八个哥哥便负责治理这九霄九天 是称九霄总贩八帝之天 然而这九霄九天里除了林秦瑞寿什么也没有 名义上叫治理 其实也就跟孙悟空的齐天大圣差不多 是个管源字的轻松活儿 除了玉清真王因为要协助玉帝统于万灵脉 其实七帝每天除了修道念经外根本无所事事 因为整天没事感每次的林霄宝殿的聚会对元氏八帝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七帝一旦碰到一起就会啰嗦个没完没了 因为身份尊贵他们还经常大声吹牛 自我感觉良好的不得了 天下太平很快就到了王母娘娘大寿的日子 在瑶池里坐在他们不远的正好是从人间风尘仆仆赶回来的北天七皇 北天七皇素来清高急不合群 这两群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他竟然在盘头会上大打出手 元氏七帝哪里是北天七皇的对手 于是他们又拉了太乙天帝等一大票神仙帮忙 最终引发了北天七皇大闹天宫的闹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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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